大家好,我是张坤,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沙 本期咱们来看一下 好的,第一局的话,我们是三号位啊 就是三号位的一个大忠臣 我们这个地方会选谁呢? 注意啊,最近改了一些武将啊 他这个地方为蔡文姬的话 我们知道那个碑根断肠的那个蔡文姬在孙侧、曹丕、小胖 这一类主攻局是不能当中的啊 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 这个是改过技能以后的陈琴态 那么提前了解一下技能 陈琴每轮限一次 每轮啊,注意轮,什么叫轮 从主攻再到主攻,这就是一轮啊 这个地方一 主攻下一次回合开启的时候 这个一会变成二 每一轮限一次啊 就这么个限定 当一名角色进入冰死状态时 你可以令另一名其他角色摸四张牌 然后弃四张牌 若其以词法弃质的四张牌 发射各不相同 则其四为对冰死状态的角色 使用一张桃 这个地方啊 咱们还有第二个技能啊 第二个技能叫默字 默默的记住 记忆力很好啊 默念一遍都能记住 什么叫记忆力好呢 结束阶段 你可以将一张手牌 当出牌阶段内 使用过的第一张基本牌 或基本 或普通紧张牌使用 然后你可以将一张手牌 当你出牌阶段内 使用过的第二张基本牌 或普通紧张牌使用 第二个技能发动时机 结束阶段发动 结束阶段这个时机 是什么时机 是在弃牌阶段以后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本身牌比较多 你出牌阶段 是吧 出出出 然后弃牌 弃了只剩三张 然后你要发动默字的话 你是用这三张牌 去发动默字 所以说有些时候 手牌比较吃紧啊 特别是发动默字以后 手牌比较吃紧 如果发动默字一 默字二 和肯可能就只有一张牌了啊 那么这个地方 咱们每一次要记住一下 你出牌阶段内 你第一张基本牌 是吧 是什么玩意儿 第一张基本牌是什么玩意儿 就你出的第一张基本牌 或者普通 那个普通紧张 是什么玩意儿 然后要再看 你第二张使用的是什么 要记下来啊 不光是其他玩家要记 你自己也要记下来 像同时是吧 人家技能就叫 是吧 记忆力很强 你玩家如果没有记忆力 你也对不起 这个是吧 这个地方啊 这个把这个连弩拿去 带五圣 还是比较牛逼的啊 那就是传说中的 七打八 他不管了啊 咱管不了了 不就 可以成情啊 可以成情 给主公过牌 不管主公是否 气势发射 主公可以做到 摸四张 然后气势 这啥意思 过牌呀 至少就是过牌了啊 所以这个地方 他跳反贼了 冰了周太 这个是关键 所以说这个 主公没救他 但是我们肯定要成情 不用 白不用 用了 还想用 每轮献一次 你不用的话 你是不是 马上就到主公的回合了 所以说每轮献一次 对不对 好的 那么我们被冰了以后啊 这个墨字 可能就嗝屁了 出牌就蛋根本就没使用过 基本牌或者普通锦囊 那就很难了 那就这样了 注意啊 他那个技能描述改了啊 普通锦囊牌 指的就是非严实类锦囊牌啊 就是原来的那一个 就是技时的 不用严实的 严实的一般就指 兵乐 闪电 知道吧 普通锦囊就是技时的那种 火攻顺手 千阳固和拆桥 南盘路青 关键 齐发决斗 陶渊结义 五股风筝 之类的啊 之类的 没出完 好的 杀一刀 出牌接弹 这是第一张杀 好 出牌接弹结束了 结束接弹 重复 用将一张牌 当你用过的那张牌来用 这个地方啊 咱们是直接给主公陈琴过牌了 但是 你这样做的话 他们这几个人是可能趁机把你K掉 然后你就没有陈琴了 本来你的陈琴 其实是有一个自保的机会的啊 比如说这个时候 咱们不是要求潮了吗 这个时候如果发动陈琴的话 主公就不光是过牌了 虽然这样还能救我们一次了啊 虽然说当时是 徐晃兵死的时候 我们对陈琴了啊 陈琴了 让狐风过牌了 但这个时候如果真正的 他在命我们兵死 我们反而不能陈琴了啊 比如说这个一轮一次想清楚 他也不说你一定就错了 就是说反正要想清楚 再预判一下 自己的队友到底能不能逼死求潮 或者啥啥啥之类的 我们输出是很猛的啊 你一定要记一下 末字一下 记一下 好记性记一下 出面接代 第一张基本牌 到底用的是啥 是吧 好的 顺手牵羊 那么 摸一张 这个时候结束的时候 这张牌就可以当顺手牵羊使用 注意 还只能顺手牵羊使用 把它顺过来 哪怕是任何一张牌 注意啊 哪怕是任意一张牌 我们可以将这张牌当杀使用 我们出来阶段 第一张 基本牌或者普通锦囊 是顺手牵羊 第二张 基本牌或者普通锦囊 是杀 也就是说你结束阶段 可以将一张牌 当顺手牵羊使用 在这个当顺手牵羊使用了以后 第二张牌可以当杀使用 并且还必须这样 你不能说我不当顺手 我直接当杀 也是做不到的 好的 一决斗一杀 那么咱们再来一个决斗 这个只能决斗啊 不能杀 如果杀的话还能QG 也能命中 所以说只能决斗啊 就是根据那个技能来的 第一次用过来用了以后 才能第二次 就是这个意思 并且如果你在末制的时候 搞死了人 你是不用弃牌的 因为已经弃牌阶段已经过去了 不用再弃牌了 好的 刚刚陈琴了一次啊 所以现在在贼人输出不是很猛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很容易得到陈琴的啊 你不能说多次求他吧 对不对 你哪有那么强的输出这帮坏人 对不对 来嘛 打我们也不怕 对不对 打了也不怕 come on 北厘 有陈琴在此 而能悠想天进一步 自己的红沙杀不到周泰 主公可是杀得到的 漂亮 那么柔此以来的话 竹 没有对他进行陈琴了 一轮一次 如果黄忠让我们冰死的时候 我们对自己冰死的时候再陈琴 不是说吴老让主公过牌了 好的 杀 那么再来一次 杀 这个菊花刀当的杀就是火杀啊 就是火杀 你可以将一张手牌 当你出牌阶段内使用过的第一张基本牌 使用 你的第一张基本牌是火杀啊 而不是说跟那个基本牌同名称 或者是同类别就行了啊 不是这样的 你那个火杀你刚那个菊花刀就是火杀 你那个菊花刀不能变成雷杀也不能变成菩萨 好的 杀一刀 然后这个伞又当那个红杀了 知道吧 是这么个意思 输出还可以啊 防御这个时候 由于敌人太少 防御也够啊 防御也够 你不信的话 你看他来杀我们 你看一下是什么结果 直接成情 然后就是属于 还别你 你只要不气势发射 他这个是那个不了的 给你过拍 你还不高兴 给你过拍 你还不高兴 表示 所以这一局啊 这个末字发挥还是很不错的啊 末字的发挥 关键是也没有遇到特别阻碍我们发动技能的 比如说 中会你不想杀 郭家你不想杀 还有那啥 你路神你想顺不想顺 这个没有遇到这种啊 就是有没有太防御我们发挥的武将 末字爽了一局啊 上一局还是发挥不错的 那么这一局的话 我们是一个大忠臣啊 我们是一个大忠臣 主攻选择的刘备 具有包养能力啊 我们包养就是给肺排都行啊 我们要求不高 哪怕给肺排就行 这里面遇到一个元素反贼 貌似我们要有发挥了啊 为什么这样说呢 圣断当你的一张黑色基本牌 因气质而置入气排队后 注意你气排阶段 气排的时候 也是属于因气质而置入气排队啊 是可以发动技能的 你可以将此牌当冰凉寸钻使用 无距离限制 这个地方啊 朝内跟元素都是非常好的被兵对象 这个地方被止割了 要不然的话绝对是非常好的被兵对象 你一兵你就不能名剑队友了 你哪怕有一张废牌 你名剑你的队友 你队友还能二杀 还能加纯牌上限是吧 但是你如果一张都没有 那就赖啥了啊 这个漂亮 这个漂亮 正好啊 正好啊 这个是自己人解了一个乐 是用我们第二个技能 其他角色的判定阶段开始施 比如说国家开始判乐的时候 若国家在我们的攻击范围内 有这么个要求啊 我们可以弃直 判定区里赖一当乐 然后视为杀了一当国家 国家正好卖血 卖血卖牌 哪怕是废牌 我说过了啊 我们要求不高 有废就行 就是怕没牌 怕没牌 不怕废牌 怕没牌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 兵一下元素 体验一下我们的收益啊 兵元素是一个非常爽的事情啊 兵敌人的元素 但这个地方其实要求挺高的啊 要求你因弃直而自如俱牌 并且还要求黑色基本牌 黑色基本牌不一定有那么多 刚说完两张来了 那如果说我们假设不掉血的话 还要摸两张牌 假设摸一张黑沙 那岂不是兵一圈啊 这个地方啊 被勒不要紧 无外乎我们都输出了而已 我们的技能 还因弃直而自如器牌的 这个过程完全可以在器牌阶段去发动 是不是 所以说啊 被勒不要紧 他不敢乐国家了 你发现没 在乐国家我们又有踊虐 又替国家解乐 还保养我们 这个地方啊 我们极有可能 兵一 兵一 兵四位 兵方 都有可能啊 至少兵十位 至少兵十位啊 不要这个无邪不是很关键 兵一 兵二 兵三 兵四 什么叫兵人 兵一 兵四 兵哥哥 四个兵哥哥啊 不知道他们能添过几个啊 如果说只添过一个 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添过两个我们可以接受 就是人品不太好 但是要添过三个或者四个 我们就就就有点要抓狂了啊 还行 这个没过 很关键的一个没过 这个也没过 这也不能双杀了 不能多存牌了 对不对 这个也没过 算了 都督你过就过了 当然啊 其实都督也是非常兵的对象 非常值得兵的对象 他有英姿的 你把他兵了以后 他就没有英姿了 这硬实是不知道 反正是怎么被坑的啊 还来送草花杀 你有多少人能被兵啊 还来送草花杀 这个地方啊 我们先输出一道 用这个 是吧 这个本身也发动不了技能的 那张牌去输出 然后这帮人 如果说不死的话 咱们来个兵一 兵二 兵三 是不是 够的啊 正好 存了一轮 存了一轮 这个时候用在刀刃上了 可以啊 这个可以有 因为刘备的牌也不是太多了 兵用在刀刃上了 相当于 是吧 我下一轮再用这个来兵元素 再来兵朝内 至少你租制 是吧 相对他俩来讲 没有那么关键 这才是非常关键的兵 好吧 这个天过的话 咱就认了 上一门试着 一个都没过 我们足够的爽了 你就别过了啊 你看 下一门要照样把你兵他 你过一次 你能逆天 只要你不怕 我打死 是不是 我这一军遇到了 遇到了值得兵的人 这一点非常爽 嗯 这个杀没有卖 其实刚才那张杀 尽可输出 退可兵人 是不是 你兵一下 这个这个这个 哎呀 行吧 那就这样了 你这个是打算兵人了 还是杀人了 我感觉要兵人了 当然 你可以考虑 如果有把握的话 输出也可以 反正他这个地方想的 如果你有伞 我还能给你兵一下 是吧 这个九也可以发动技能的 我如果九杀 你你你一下 是吧 出伞了 我就没东西了 所以说打了一个折中 又输出又兵人 但是只能第一个 所以的 五五中弄得开的也没问题啊 毕竟只有三个反对 我们三年中在最前位 这还有一个内奸 是不是 所以说杂帅位置上 也是值得开的 而这地方废牌 比较足够了 废牌足够了 但是还确实必须得有 黑鸡 黑色 鸡等牌 这个还必须得有啊 看我们能不能搞到 强行火攻周泰啊 就因为周泰有藤甲 那你为啥不继续火攻留位呢 或者说 下进决心 把我们给搞死啊 这个神差啊 这个神差 强行忽灭周泰 周泰说呢 这局这个 寒死啊 发挥非常好 但是这也不是说 你们这么搞的依据啊 兵曹瑞 兵曹瑞 让你来 再顺我们手牌啊 欢迎来顺我们手牌 当然了 拆我们手牌吧 顺的话 我们不想被你顺 曹子顺着的文版 什么是 唯贤唯德 能服于人 以德服人 这个难买 我估计是想把内奸给打死 曹瑞的话 也没有说 强行拉一把国家 因为他如果 强行拉国家的话 可能曹瑞自己会死 所以这个也没有问题 毕竟国家还不是反应的 咱们先想办法 把那个曹瑞给冰死 把他给冰死 来再猜 刚说完 老有些人喜欢猜我们 来嘛 come on 费笔 直接酒杀 猜你的头 当然意思是手牌啊 这个地方啊 你肯定是输出了 为什么 你这都不是黑色的 你也不存在冰人了 你不存在冰人了 好了 冰一下 所以说这个有刘备的 稍微包养一下啊 就没有说让刘备包养太多太多 稍微包养一下 居然遇到了这么多值得冰的人 所以这局玩的特别爽啊 你为什么特别爽 如果说韩史 他本身是一个特别强的武将 我就算了 他本身不是特别强的那种 然后这一局又发挥的特别的 是吧 显眼 特别的出彩 所以说就给人特别爽的感觉 就你越屌实的东西玩出了越不屌实的样子 你感觉特别的爽 好的 这一局的话 我们是体验新武将 王囊 号称一张牌就可以拼三个人 突然一个那 你赔一部这张手牌 与制作三人同时拼点 然后依次结算结果 没赢的角色 七张牌 或者是另一张 没赢的人二选一 如果是自己没赢 你肯定选第二张嘛 对不对 所以说拼点 无论输赢 好像收益都比较爆表啊 如果拼点没人的是你 但是你得获得一个标记 绕舌的标记 如果你有七个绕舌标记 你直接死亡 注意啊 你有七个标记的失落 你就直接死亡啊 不如说你兵死啊 或者是啥 你就是一万个桃子 都救不回来的啊 因为是直接死亡 没有兵死的过程 直接死 自虐乃上天所受 还有第二个技能啊 等会再读吧 咱们先来拼点 先拿个配点 注意啊 如果你不是内奸的话 这个地方你即使没有大点 你也该杂拼杂拼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之前说过了 拼赢拼输都是过牌 你拼输的话就自己摸牌了 知道吧 但是你是内奸的话 有些时候不要 不要急着去搞一堆标记啊 标记七个 毕竟是直接死亡 你内奸不是说打一回合就完事 打三回合 贡献足够就行了 你内奸是一定要挺到最后的啊 这个还是有点不一样 如果忠诚的话 你如果做四回合 五回合 六回合 如果贡献足够的话 咱死就死 对不对 但是内奸还是有点不一样 所以说这一局的话 看一下怎么样 看一下怎么样 这个家群 这个发动建树啊 发动建树 另两个人拼点 拼赢的 去两张牌 没赢的 流失一点体力 这个地方黄盖没赢 黄盖流失体力 然后触发那个炸强了 触发炸强了 我们相当于是拼赢了 丢了两张牌啊 丢了两张牌 这他的限定机大战啊 因为刚才那个技能是限定机 要不然说这么强 拼赢的人丢两张牌 没赢的人流失一点体力很强啊 但他是限定机 他是限定机 以你来详 仍不失封侯之爵位 天下太平 岂不美呈 他也在说天下太平的时候啊 可见有些时候啊 天下太平是大家的一个 共同的一个想法啊 所以说啊 七个标记直接死亡 你看打到现在 我们才一个标记 过多牌了 我都没数 可见他过牌量非常高啊 拼赢的话 对卖的相当于对你QG 要么他丢一张 要么你摸一张 拼输的自己就直接去拨牌了 所以说啊 这收益是非常大的 情感非常强 一张牌拼三个人 情感也爆表 然后台词也爆表 这个武将的台词是吧 跟那个经典的鬼畜 这个那个台词基本上是吻合的 所以说也非常经典 然后他还有第二个技能 还是该读一下 还是读一下 鸡词 当你发动骨蛇拼点的牌量出后 若点数小于差 你可以一点数加差 参为你这个蛇的标记数啊 若点数等于差 则你本回合可以再次发动第一个技能啊 本来第一个技能是出牌阶段限一次了啊 如果点数本来就等于差 思维还能再发动 如果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 那也是可以一直再发动的 这个时候主攻的状态是不担心的啊 那么这个忠诚两个理论上都可以死掉了 假许也不乏我们控场了 对不对 所以说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啊 可以把这两个忠诚都推掉了啊 功继之天命 使十五者为俊杰 让我来摸牌吧 或者是你们七一牌吧 犯我将戒 是吧 你既然十十五 为什么还信无名之识来犯我的将戒 做事还是咋的 是不是 收益是报表的 一张牌号对面三张 并且还要结算后续的收益 要么我们摸牌 要么他们丢牌 收益是非常高的 好 这个时候这部起步是比较完美 对不对 比较完美的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主类反反 两个反对状态不是太差 主攻也不是不可战胜的状态 所以说可以啊 这一波可以 直接拼 不论输赢 毕竟这才一个标记 输了就过牌 不要怕 是不是 过三张牌咋不行呢 这减人头的时刻 是不是 这减人头的时刻 你说三张牌值不值钱 注意这个是新家学啊 他们那个第一个技能只是不能被选择为严实类紧张牌的目标 就是说不能热他 不能钉他 他自己也不能挂闪剑他 之类的 但是你过吹他没有问题 好光火煞 为何要心无名之师 反我将戒 那这个地方啊 初始状态不一样 比他强 然后我们能强行耗牌的同时加过牌 所以这个九三我估计是很有把握的啊 他裸毛的牌嘛 对不对 我们当你别弃太多桃子呀 伤我者十倍分管 一流 九三没民众 你看你去桃子气亏了 功继之天命 为何要心无名之师 菊花到了 遵取下一回 要发挥到的啊 当然你正如如果有一个四点 神奇的四点 是个啥意思吧 还能再发动一次 再拼一次啊 赶紧再拼一次 菊花在此 耳朵送死 他那个四点是跟当时的这个舌头的数量相等的情况下 还可以再发动一次啊 直接给他拼光了 过来让他是挺大的啊 他最后我给他 其实在他这个台词基础上 可以加一个哈哈哈哈哈哈 当然啊 他是为了跟那个经典三国演义里边的片段保持一致啊 所以就这个什么哈哈这些就没加了啊 那么如果说你对这个专属武将比较感兴趣的话 比如说关索呀 孙少呀 陈寗啊 这帮人比较感兴趣的话 赶紧去窟姐店逛一逛 sb当归点淘宝点看 下方的啊 不对 下方改成QQ群了啊 那就算了 好的 谢谢大家 有兴趣加QQ群啊 可以的 好的 谢谢大家